新郎還有點害羞 嗯 新郎先講 我以為只要親一次但我沒有想到要 喔 新郎先講 對不起 喔 你剛剛什麼問題對不起 很緊張嗎 現在OK了啦 剛剛看到那麼多人當然會啊 嗯 現在不會 沛妮現在感覺怎麼樣 要出價 沒有 我都 還沒有這種心情耶 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可能 這也不是飯店的關係 所以我自己一直把它好像 想成是演唱會來準備 因為整個硬體啊 燈光什麼的 都是外面調過來的 所以今天的心情好像跟辦演唱會一樣 呃 好像比演唱會還輕鬆一點 因為不用唱歌換衣服什麼太緊湊的 所以其實就像一個party 所以沒有太緊張 他應該比較緊張 他做的一整天都沒睡 我們每天都兩點才睡 那三點 為什麼 就很多小細節沒有什麼狀況這樣 怕會 辣掉一些什麼東西 希望賓客盡歡 那期間有吵架過嗎 有沒有為了婚式吵架 還好啦 嗯 講實話 兩三次 有啦一定會啦 有點忘了 真的不是很重要 真的不是很記得 就是鬥嘴鬥了一下就忘了 反正我們就分得清楚啦 誰的主導權是負責什麼 對所以就比較不會吵大家 因為我覺得婚禮好像吵架還蠻平常的 所以我們也就還蠻習慣的 對 就是說在辦這個時候 不能吵架 這樣 即使有吵也就 對 很快就解釋 可是剛剛佩妮有說 沒有想到在大家面前親那麼多次 不是我 看以前他們結婚好像 就親一次大家拍 沒有啊親一次要轉一圈的 沒有啊親一次要轉一圈的 我沒有想到要轉180度這樣 所以我是沒有想到這個啦 對因為是要這樣轉一圈的 你這個話 你搭照 外面那個擺設還蠻漂亮 今天下雨所以沒有去那邊 要完成婚禮會不會覺得有點可惜 沒關係啦 對啊 這下雨也不是我們能夠控制的嘛 對不對 就是隨機應變嘛 這跟我們講 我們想像的一樣 就是我們還是精心為大家準備 那如果真的 因為下雨 大家沒有辦法去外面的話 也沒關係 那我們等一下可能討論一下 儀式是不是要挪到室內 因為有長輩啊 所以外面的就 希望老天爺等一下可以休息一下 那你現在這套明明是蠻厲害的 禮福 她是一個東歐設計師 那我相信新聞稿裡面應該會寫 因為我怕那個發音發錯 然後就是很 我一樣是從網上訂的啦 然後就像之前可能報道有說的 就是高齡的嘛 就是很貼身的 所以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漏的地方不好意思 有啦後面一點點 一個橢圓形而已 因為我很怕冷啦 對 但其實基本上她很薄 所以其實還是會量 今天會邀請什麼朋友啊 嗯 真正有私交的朋友都 應該邀請的都邀了 但一定 其實我也沒有很多藝人的朋友 主要是馬來幫的朋友 那現場那個ban啊到時候有可能 我記得 你這麼老實喔 我們還沒有決定啊 不是 是我們只是在討論 因為阿嬤在美國想去去探她 但還沒有落實 那是明年的事 你答的挺快的 你的幹的問題 就現場有這個ban 等一下有可能會就是 婚禮現場就會有 我一定不會 我是不會的啦 對 那今天 主持人會拱其他的人上去 所以今天應該是 我們兩個說了算的事嘛 嗯 因為我自己平常都很少唱卡拉OK了 所以今天應該也不會想要去唱 我沒有去唱 唱過KTV過 對 所以我應該不會站在台上唱歌 就是應該 希望有朋友上台唱歌 祝福我們吧 對 那請問想生幾個小朋友 有沒有規劃 嗯 嗯 這是下一次聯訪的時候 再問吧 他還在問他 還順便問問 當然啊 生幾個小孩 嗯 這個 老公你覺得嗎 這看老天爺也安排 一個好了喔 男的女的啊 都不知道生得出來生不出來 我都旁邊的人太累嗎 沒有 我認同 沒有 我認同啊 因為我也不年輕啦 對 這就是 這就是 加油嘛 有就有 沒有就沒有 順其自然喔 順其自然喔 對啊 男生還女生啊 都可以 都好 嗯 那兩位新房準備好了嗎 新房 嗯 我們有準備新房嗎 沒有耶 我們 而且我們昨天晚上 就是 不是說什麼新娘新郎要分開 以前沒有我們 從頭到尾是連著 早上起來舒嬅都在一起舒嬅 所以我們 是啦 對 然後 我們 我們 我們年了五年 六年 所以沒有什麼機會 然後也沒有允許 就是今天真的就是一個 很開心的party 所以 沒有太大的壓力啦 是啊 那他有壓力是很正常的 他連出個國都會睡不著 所以很正常 嗯 所以昨天晚上沒睡好 是不是 他啦 吃安眠藥都沒睡 緊張成這樣 對 那給Penny打個分數 你覺得他是怎麼樣的老婆 一到一百分 你覺得他 嗯 小心點 嗯 很高啊 哈哈 跟身高一樣 沒有啦 很高啦 95分 OK啦 有沒有特別貼心的地方 貼心的地方啊 這樣突然問我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 所以被扣了五分是哪五分啊 沒有啊 你看 你看你被射陷阱了 真的齁 咻 嗯 剛剛什麼問題來的 95分 我真的忘記了 95分 95分已經很高啦 那被扣五分是什麼五分啊 被扣五分啊 就是接下來 我幫你答啦 好啦 接下來的日子裡面的五分 對啊 接下來半輩子的五分 哎呀我呀 就是五六年已經95分了 是 後面的六十年就 那五分可能不夠用的意思是 嗯嗯 嗯 嗯